臺灣海洋向前行 臺灣海洋向前行 歡迎各位再次回答海洋之窗 臺灣海洋向前行 我是鄭修科技大學的方立行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是 雷祖剛雷董事長 和謝隆穎謝理事長 高雄區域漁會的理事長 但是在謝隆穎謝理事長的漁業的生涯中間 他提到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他们的船被索马利亚的海盗所绑架了 那条船是多大的船呢 是什么样特性的船呢 他们最后又把这个船 有没有顺利的救回来呢 在我们最后这一节 就请我们的理事长 为我们讲他的亲身经历 理事长请 这艘船是我们公司的超低温尾吊船 他是在89年的4月9号 他当时这条船有跟赛希尔政府合作 就在赛希尔的领海海域里面作业 结果不幸就被海盗逮到了 但海盗夹持这条船 后来还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他海盗要利用吻发161这条船 去加持美国的货贵轮 就是像可能各位听众观众 后来美国拍一部怒海警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但是后来他海盗 本身本来是想利用这条船去截持 后来就没有实现了 不过你们那条船有多大 那条船有700多吨 所以他就靠那种更大的货贵船 是比较合适的 对 但是后来本来是有这个计划 后来没有这样子 但是后来就没有做 本来他们是想再去加持美国的货轮 但是后来不晓得怎么会没有 因为到时候当时的船长 轮机长释放回来 美国的政府的国务员还来了解这个事情 当时在船上到底海盗 他的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想法 他们在被夹车的过程中 是船员船长是非常的辛苦 一天只能吃两餐 平常在前半年 船员干部都要握着趴着睡觉 除非你要大小便才能举手 要不然都不能随便行动 所以非常的过程非常辛苦 在中间还有他们也放一些假消息来给我 就是说船长想去自杀 公司赶快拿赎金来 结果他这个也是一个陷阱 当时我因为我有这个有在拜伴 我就去请教我们的审民说 有没有这个事 他说他也是用个计量要让你 所以当时就一直拖一直拖 这个价码就一直降一直降 降到一个合理的价码 我说这个不能再拖了 花钱了事 从350万到200万 美金 美金 也6000多万台币 他实际上是差不多拿到120万 因为中间还有一些谈判公司一些 因为他这些是用那个 要请那些运输机去直接空票 我还记得很离谱啊 那个赎金还要买保险 那个保险会120万的赎金 保险会4万多块 但是他整个投的过程什么 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们海盗拿到这个赎金 就在船上用点钞机 算了两个多小时 结果海盗也是为了钱 其实他不是为了这个船 为了这个生命的问题 他是为了这个钱 爱的钱 我们那时候也很害怕说 假如他放了 因为当时的市面包含还是有很多海盗 假如在第二次受到伤害怎么办 那时候也很高兴说快要放出来 又很害怕 等一下又被摆倒了 结果后来大陆伸出援手 就派了个军舰 就附送船一出来 就附送到司令兰卡 再从司令兰卡让这条船 直接开飞到台湾 台湾 其实李市长刚才讲的东西是 除了你以外 全台湾2300万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出来的东西 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你能够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 分享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好 或者说是一个 怎么讲 在这种行业里面去 去运作成长的企业家 所没有办法被人家看到的困难 非常非常好 真的很不容易 面临这种困境 做老板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大到不可想象 因为几十条人命在这儿 对 而且还几十条船在外面 不是只有一条背 我觉得都有可能 而且不只是威胁恐吓的电话 船员的家属天天在门口等你 这个是真的要定下心来 好好的处理 但是 匹吉泰来 会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是不是 一定是后福的 所以呢 我们发展得非常好 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又有什么喜事啊 又造了几条船 能跟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今天是我们公司40周年 我在今年的12月9号在高雄的巨蛋 会办一个稳发漁业一帆风顺公益演唱会 这个不卖票 这个是欢迎各位来唱歌 而且要做一些公益事业 对高雄对澎湖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是我出生 一个是出生的地方 一个是成长的地方 饮水饰盐 饮水饰盐 做一些公益的事想回馈给社会 再来就是11月4号在高雄中信造船厂 我有两艘新的鱿鱼船即将要下水 所以到时候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 来中信造船厂参观这个新船下水 因为这个一般的民众可能要看到这种场面比较少 因为这个新船下水就是一个鹰海的诞生成长这样 一个特别的仪式 是那个野麻吉 植香槟 所以也非常热闹 到时候欢迎大家的共襄盛举 再就在12月22号 会在高雄的前镇渔市场 以前苏南城老市长 有在前镇渔港办一个海上大餐 那时候我还很小 我现在也要办一个海上大餐 就因为刚好两条船的满载 因为这个新船要出港 就是要大家去跟他住喝 就吃吃东西喝喝酒 把他驻他出去一防风顺满载营归 也是我们今年公司的40周年 就给各方的好友来答谢这样 所以我们这次有信透过雷董事长要到李市长来 不但是李市长是新科可以为高雄市渔会做事 也刚好是文发渔业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而且他为了这个里程碑一系列的做了很多的安排 策划 公益的演唱会 新船的下水 然后最后是满载渔会的这个满载酒 那前任渔港又要热闹一阵子 真是 虽然这是个里程碑的时间 就是我说对文发渔业 但是换到我来问问题 当然一定是要面对现实的 某个程度上来讲 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全世界的渔业管制 其实也是一个里程碑的时间 它是越来越延的 就是全世界的渔业也越来越少 然后管制也越来越延 那为什么 董事长你还愿意在这个时候 投入两条新船的建立 你说是鱿鱼船吗 那它的未来的作业的海域 你有期望它在哪里呢 能不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 其实这个渔业船它的目前的作业的海域 都是照以往都是一样 都是固定那个渔业 但是 就是到南美洲去吗 阿根廷外面吗 阿根廷 因为这些渔业船都去福克兰去作业 但是这些船只 因为福克兰的政府现在也要求船东西要 船只要新 安全设备 居住环境 再来说我们一个经营者 我们的船只的年纪 要新才有竞争力 就像你坐飞机 你一定选择一个飞机 机灵越年轻的 所以我们船东西的心态是想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船太监换新 第一个你造的船 第一个速度会跑 再油会省 再也合乎目前国际的管理安全的需求 再一些设备 你可以用到最新的设备 像目前我们的LED灯 你就可以将近省掉30%的油量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大手笔 不是这个船的寿命差不多30年 不是说你看了这个事业好 再来去造这个船 一 我们的经营是说 我们时间到了就是要去把它更替 造规矩办事 跟这个时代的潮流才能迈进 所以这样子一条船的投资 差不多要多少 一条船目前的投资 差不多3亿到3亿3千万 所以还是非常大手笔的投资 对 雷董在鱿鱼方面 好像也有很多的经验 雷董要补充一下吗 鱿鱼上面说实在的 我们都知道去年 今年这两年我们鱿鱼打的都不好 今年呢 虽然比去年好一点 但是跟104年来比的话 那也不过只打了104年的18%的比率 可是呢 鱼价呢 因为去年就不好去 所以到今年就断货了 所以鱼价呢 由于这个价钱现在涨到将近100块钱一公斤 大盘商的价 盘商的价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反而鱼打的不多 但是呢 因为鱼价提高了好几倍 所以还是可以持续 值得继续经营的一个行业 那现在鱼刀也是一样 鱼刀鱼呢 基本上虽然 这两年鱼矿不是很好 尤其是今年 特大号的鱼几乎是没有达到 可是呢 鱼价提高了以后 然后加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鱼要射线 将来我们必须习惯 你只能有这么固定的供货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贩子 就是所谓的大盘商 小盘商 他们要怎么去把这个架构 还完整地结合起来 当你这个鱼货很多的时候 人家不要 现在鱼货不够的时候 它必须要跟我们来争取 所以反而是一个保护 今天非常难得 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高雄区渔会的理事长 谢荣隐 谢理事长 还有我们高雄区 不是高雄区 其实全国的这个渔业的前辈 雷祖刚 雷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一方面为我们讲到了台湾的渔业 以及渔会的功能 那我们更非常幸运地分享了 谢理事长在看到一些渔业上面碰到困境 我特别是指当碰到像这种索玛丽亚海盗的时候 唯一能够亲身经历跟我们分享 她的这个心得或者处理方法的人 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想让我们的海洋之窗 不但看到海洋的过去 也看到了面对海洋必须有的 心智和这个 怎么讲 素养好了 那更重要的呢 我们也看到这两位 面对未来 越来越严格的一页管理的时候 他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让我们能够走向更宽大的海洋世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